法会则是将原本三天改为一天 但是现场所有的科宜 完全是照旧来进行 包括了这个区公所同仁 各里长还有民间机关单位 到场参拜的时候 只祈求破头公保佑地方 平安无数 五谷区公所为了沿袭中华传统文化 既是先祖及好兄弟 30号在立体停车场 举行普渡仪式 虽然今年的祈福法会将以往的三天 改为一天 但是所有的科宜却没有减少 当天公所同仁 各里长及地方上的机关团体 也都一同前来祭拜好兄弟 今天我们办理一年一度的 五谷区的我们中原普渡法会 有被以往 往年我们都有持续三天的法会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还有我们预算的考量 所以今年我们调整为一天 那整个科宜完全不变 这场五谷区历年来既有的传统普渡仪式 各单位准备了多项的贡品来祭拜好兄弟 现场也请来了法师送金 为来年的平安顺利祈祷 今年我们特别跟五谷礼办公处合办 希望说在地的礼还有代表整个五谷区的我们公所 那祈求我们所有的众神灵 庇佑我们五谷区风调雨顺 那大家和敬平安 随即区长到戈里内绕境 与乡亲们一同虔诚祭拜 希望这些平日无人侍奉的无足孤魂 能够感受到人间的虔诚与尊敬 在享用大家的共评之时 也为地方带来一整年的平安幸福的好日志 记者五谷采访报导 另外五谷德伊尼办公处